現在是一個圈子,是互相支持的一個圈子 所以最後,羅尚你跟我說,我會跟觀眾說 馬車可能是一個很多人討厭的人 但其實凡事是否真的只有一面 你看到的他是很討厭的人 但為何他會做這些事呢? 可能很多時候,互相不由己 我會覺得香港社會,如果可以多些關懷 不止你,大家會變好 多謝你 最後我和你一起結束 你都可以結束了 多謝你今天特意和我聊天 其實每次聊天過程中,心裏有些壓力的重量 不可以有人分享一通 當是聽我,在這兒慎一下 其實那些事都是自己慎一下 無論自己有些事,我自己有些事比較硬頸 執著一些,或者剝膏有些事 可能都未必認同我很多事 但我朋友都是想我好,就是想我好 我想你死了,我稱讚你,我認同你 我會覺得你很棒 我知道 有些人是這樣倒楣的 什麼想你什麼,維俗癲,對 對,這樣才是 是的,但是有時候這麼便宜物語的 苦口良藥的那些人 真的說那些未必我適合聽 但反而他們心裏面 因為覺得你這樣不是那麼好 人家會覺得你走回來救我 除了你之外,有些朋友會說苦口良藥的事情 但反而有些人會說 其實馬車你完全做回自己就可以了 喜歡吊誰就吊誰 這些我反而為人感到不是的 你怎麼吊誰就吊誰 他可能會想我去完成他都想做的事 也會跟我說這些事 有些人會真心想我好 所以叫我不要這樣 但他未必完全明白我想這樣做 但其實他的心裏都不要緊 其實無論想我 無論用什麼方式對我說什麼都好 至於真心想我好 我會感受得到 你自己平常說,最重要人是人心慾燥 是我的心感受得到 所以苦口良藥 也有很多人未必會跟你說 但有些人實際行動 就像昨天三十會等過來 拿了三十卡給你 真的走了 我發現我рен正回公司 我就會打算 知道你很容易交的 這樣這樣那樣我不會認識他 好真情地這樣真心 真的感謝各位朋友 那位朋友叫Sem 先謝謝你們 有些東西都不想說 但我明白 真想我好的 多謝渦哥這位良師益友 希望自己可以在渦哥身上繼續有學習 我在他身上有學習 他的天段或者他做人的事 他的人很直爽 我覺得好東西就要學習 所以這個東西多謝渦哥 謝謝大家多支持渦哥 渦哥是一個Youtube Top 4 也是一個很有心拍片的年輕人 包括他來採訪我 就是想還原我最真實的一面 一些內心感受給大家聽 所以並不存在一些其他講的東西 你繼續真心想去支持渦哥 或者想去了解我 在你的留言 大家渦哥也會看到 差不多今天 多謝渦哥